台中县府29号清晨在池上举办热气球祈福首航 全程彩线上直播不开放民众媒体入场 不过眼尖的民众发现活动现场竟出现小朋友 到场成情的民众却被阻挡在外 另外各界关注的2021国际热气球加年活动 何时何地举办 台中县府将在30号记者会上给答案 透过直播镜头可以看到七颗国家队热气球一字排开 站在最中间的就是今年最大亮点 穿着布农族传统服饰的Hello Kitty造型球 伴着气球缓缓升空为疫情之下的台湾祈福祷告 希望我们台湾虽然在疫情之中 我们还是必须要怀抱着希望 说好的仪式信祈福首航活动 在台东各网络社群上却转贴流传这张记者会邀请卡 就连活动现场的照片中也出现非工作人员以外 疑似小朋友的身影 与场外拿着陈琴珠抗议的池上乡名 形成强烈对比 入场的双重标准也引来踏伐 一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的设计 所以我们根本就hold住根本就没有再花了 所以那个资讯基本上是错误的讯息 幸福急忙澄清活动配合防疫进行人数管制才为邀请媒体 活动海报则是内部管控不当而外流 至于小朋友是协力厂商人员 携带小孩入场 而外界更关注的是 这场挑起陆业池上两地纷争的 2021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 究竟何时何地举办 包含地点的部分 那这些东西会做一个综合的评估之后 会由县长在明天的时候统一 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疫情之下热气球嘉年华活动的每一步 都可说是牵一法动权声 就在30号台东县政府记者会给出定案 据下家会台东众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